安迪·多美尼格尼的家族已经在这块地上居住了将近150年 他说这里有过好年份也有过坏年份 而今年看来并不太好 我们有一些农地在近一个月前撒了种子 但至今地面还没有东西冒出来 他说平常小麦需要5到7天来发芽 不过今年并非如此 你可以看到在我后方 这块地两星期前才撒过种子 它到现在还是干枯得不得了 这些种子没有任何水分 它无法发芽 我们必须等待雨水 多美尼格尼并不是唯一一个等待雨水的人 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气候学专家比尔帕泽特说 美国西部正处于一个超过10年来不断在加剧的干旱 美国西部的牧场主人正在出售他们的牲口 西南部自德州到奥勒冈的农人也因缺水而休耕 对这些牧场主人和农人来说 这是一个痛苦的干旱 帕泽特说 对于仰赖雨水的人 这或许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不过在美国西部的历史上 干旱实际上是一种常态 有些干旱时期甚至长达50年之久 在加州南部 这个干旱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糟的情形之一 在有记录以来的135年历史中 这是最干的一次 自7月1号以来 我们只有不到一寸的雨水 1月是我们传统上降雨最多的月份 但至今我们的降雨率仍然是0 类似这次加州这样的干旱 如今产生的影响 要比50年前来得更大 这是由于人口和经济发展增加的缘故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农作物专家 米尔特·麦克吉芬说 以生鲜蔬果的销售价值而言 加州是美国最大的食物生产州 短期影响将是更高的食物价格 较长期的影响 则是全美国的产量要比原来还少 这是未来50年整体趋势的一部分 在加州这里 我们不但是美国的粮仓 我们也出口大量的水果蔬菜 甚至牛汁到海外 所以当发生这些糟糕的干旱时 产量就会随之减少 这个影响将在全球蔓延 联合国说 2013年的全球食物价格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之一 加州的食物专家说 直到2014年夏秋之前 他们不会知道 美国西部的干旱 对食物价格影响多大 不过专家都同意 对于农人来说 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快速解决 他们急需雨水的问题 可以